要談到民眾黨的議題 你看民眾黨哪一個笑得出來 只有黃國昌笑那麼開心 為什麼叫柯文哲拿著蔥 因為代表蔥對柯文哲很重要 柯文哲要捧在手心上 拿來當趨吉避凶的 然後把他當寶 拿蔥取代小草 拿蔥取代 蔥現在要靠小草捐獻 就是你要靠我這根蔥 你告訴你蔥做什麼事情是拿蔥 已經不是小草阿伯 小草的時代是拿蔥的時代 還順便跟阿伯講 你算拿根蔥對不對 很害怕 所以我剛剛講 那黃國昌那個笑聲的那個背後 其實老實在有人講說 他的笑聲很魔性或幹嘛 那我就講嘛 現在民眾黨全黨一心 都在想著說 怎麼幫柯文哲擺脫藍綠的夾沙 藍綠的糾纏 只有黃國昌想到的是 把我拿在手心上 這就很奇怪嘛 但我覺得看起來很正常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不是不久之前才剛講了一個就是說 這個未來在立法院沒有一定要團進團出 也被認為說是針對黃國昌 所以現在黃國昌看起來也是要告訴大家 柯文哲跟我是分不開的對不對 但我又回來回來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現在對於黃國昌整體上面來講 民眾黨的立委其實我自己有接觸一些我不敢講代表有接觸到全部的人 但是他們現在對於整體立法院在這個民眾的心裡面 民眾黨團的這個表現是他們很擔心的 我是很擔心的意思就是說 你到目前為止 民眾黨不過就八個立委嘛 就大家現在心裡可以想一下 你叫得出八個裡面的幾個 大概還能叫的還是那就是黃國昌 黃珊珊 林國成 吳春成 國昌 你看你還國昌 先被國先被昌 連上公都搞不清楚的了 那就代表什麼 因為他們以其他很多人的被辨識度非常非常的低 那你只有兩年的立委的任期而已 現在任期已經過多久了 你到現在為止 還很多人搞不清楚你們是誰 永遠暴露到檯面上的 這只有黃國昌爆棄 暴走 然後罵人 然後講的都很有道理的樣子 但問題是真正讓人家害怕的是 這些人沒有任何的辨識度 這些立委會怕你知道嗎 我知道有立委去跟柯文哲有反應 就是說現在民眾黨在立法院的 整體的策略來說 是不是要有一點改變 所以柯文哲才會出來講說 沒有一定要團進團出 當然他講說重大的這個案子 重大案子你就假動 假動大家不會有意見 但你不能什麼通通都是要表決要幹嘛 而且你表決不分大小案 他按照民眾黨的說法是說 那個又不是真 做那個很重要的 都是程序問題 都是副議案 要變更議程 然後幹嘛 對在你眼中不重要 但是對很多人來講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其實凸顯出來 就是說民眾黨之間 其實已經是路線之爭 其實是出現的 因為黃竹國昌看起來是 他完完全全在乎的就是 他自己在他的網紅 當然那些粉絲那些聰明 那種什麼粉 蒼粉 蒼粉 在沖粉面前如何維持他的那個高度 可是對於民眾黨來講 黃國昌是民眾黨的一份子 所以我覺得現在你看 你看只有黃國昌笑那麼開心的時候 民眾黨每一個如臨大敵 你剛剛提到說這個幾個案子裡面 為什麼不提 我再跟你講 我知道民眾黨的有 我也不敢講全部 我們沒有問到全部 我知道有部分的民眾黨的市議員 是連提這些案子都不想碰 因為很簡單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邏輯 比如說金華城的這個案子 你剛剛看到有幾個就很生氣 就一直講說 你這個案子怎樣 我請問在發生的當下 在那個過程的當下 你們是市議員嗎 你們不是 你剛剛好像看到的是民眾黨的黨團 那個民眾黨的黨中央 在幫柯文哲辯護 但是你們的身份是市議員 在當時你們都不是市議員的狀態之下 你現在是不是應該要去了解這個案 怎麼會突然就突然 柯文哲是對的 或是誰是對的 或是怎樣 這個很奇怪 你知道嗎 就像我們當時在質疑 陳從文案的時候是一樣 你會發現陳從文案的時候 會上媒體的國民黨的議員 都是年輕人 在那個老的都歪起來 你知道嗎 那資深他不太敢願意談 我就講嘛 因為你沒有包袱 那在這個狀況下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釐清這整件事情 而不是突然整個大家好像變鬥雞說 你出來罵嗎 我贊成剛剛阿苗講的 你說那表格有錯 你具體告訴我錯的點是哪個地方 就是說那個幾月幾號 因為他上面是哪一年的幾月幾號都有嘛 你幾月幾號你說不對 然後你告訴我那天沒開這個會 你可以講 那你就一句話說這個表都是錯的 這樣會不會太武斷了 我覺得民眾在這件事情就很簡單 當然我覺得台北市的都發局 現在也必須要想清楚了 因為剛剛提到說那個監察院不是有糾正嗎 如果大家去看監察院那個糾正的當天 台北市都發局是有發行文稿的 他說一切都合法 我現在也很好奇 台北市都發局你怎麼去回應說 你當時講說都合法的這個狀態 而且他那時候講 我們後續再去研究 所以我這些東西 其實真正要回來看的就是說 民眾黨到現在為止 他成為兩派 一派叫做什麼 一派就是護著柯文哲 柯文哲不能倒 那其他我都好 但是我就講 有些理智的 他會跟你講說 不行我不要碰 所以你會看到那幾個關鍵的點 關鍵的案子 乾脆就不要講